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Cat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事政評論員沈州文章 在《大紀元新聞網》發表 1月11日凌晨 美國艦隊和英國空軍在洪海發動特襲 總計使用了150多枚精確製導彈藥 空襲了也門戶塞組織的60多個軍事目標 包括雷達、導彈發射架、彈藥庫和指揮中心等 美軍通過實戰 展現了可能的太平洋蝶幕戰的初刑 這次的特襲應該由美國精心準備 並提前完成了關鍵的情報搜集目標獲取 美軍照慣例是在凌晨發動攻擊 也是對手最疏於防範的時間 美軍艦隊提前部署在洪海接令後隨時可以展開行動 美國中央司令部和洪海艦隊也應該得到充分授權 美軍可能還使用了欺敵手段 福特號航母離開地中海 國防部長奧斯丁神秘住院 鬧得沸沸揚揚揚 某種程度上也迷惑了潛在對手 至少令其缺乏足夠警惕 令美軍的空襲達到了突然性的目的 甚至美國國會也為此感到驚訝 要求白宮解釋為什麼突然發動攻擊 湖塞組織在洪海鬧場以來 美軍應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時機出手 各國不斷聚焦船隻在洪海的安全並組織護航艦隊 但單純的海上防禦顯然之限於被動 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美軍的行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參加 但實際都默認了美軍主動出擊的做法 關鍵的時刻還是要有實力的國家出面維持秩序 美國隨後將湖塞組織重新列為恐怖組織 令它之後的行動也變成了反恐行動 隨後數日美軍又至少出擊四次 一次打擊了湖塞組織的雷達 三次打擊了湖塞組織正準備發射的導彈 其中一次瞄準了14枚正在裝填發射的反艦導彈 美軍的目標主要是摧毀湖塞組織的海上探測能力 和遠程打擊能力 令其難以不斷威脅途經洪海的雙船 當然也顯著降低了美軍艦隊 在洪海和阿丁灣可能遭遇攻擊的風險 1月13日 台灣大選 美軍另一艘航母卡爾文森號 昭然來到台灣東部的菲律賓海域 美軍應該已經掌握了中共軍隊的即時動向 並未發現異常 但並沒有掉以輕心 2023年底 中共海軍在東海放棄了聖誕攻勢演練 台灣大選前 中共空軍也沒有在台海大規模出動 中共軍隊在大規模整肅中 這時應該不敢做開戰準備 1月3日 美飛在南海聯合軍演 一定程度上牽制了中共的注意力 美軍卡爾文森號航母 隨後停靠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1月13日抵達台灣東部海域 美軍1月11日在鴻海發動空襲 1月13日台灣大選 美軍的計劃環環雙購 艾森豪威爾航母在鴻海展現了實戰能力 卡爾文森號航母艦隊搭載了F-35C戰機 能力甚至更強 台灣大選後 卡爾文森號航母就進入了東海 和日本及韓國戰艦聯合演練 美軍駐紮在日本的列根號航母 美利堅號兩艘攻擊艦和更多的神盾艦 還有駐紮在日本的太平洋空軍 駐紮在關島的更多潛艇 可以隨時出動支援 如果中共有異動 美軍可以隨時在西太平洋展開反擊 鐵幕戰的強度將遠超鴻海之戰 在西太平洋鐵幕戰中 美軍率先使用的應該還是戰斧巡航導彈 經過改裝的外海外級導彈潛艇 佛羅里達號參與了鴻海實戰 美軍有同型潛艇四艘 其中至少一艘 應該部署在西太平洋 每艘可攜帶154枚戰斧巡航導彈 估計將會全數打出 首先擊中中共沿海的雷達設施 時間點可能也是凌晨 湖塞組織使用的反艦導彈 是中共應擊83反艦導彈的變種 出口型的陸機版本為C-802 伊朗仿製後又給了湖塞組織 如今中共的054A型和056型 護衛艦仍然裝備英擊83反艦導彈 其空射版本為KD-88 湖塞組織發射的導彈多數被攔截 或在未發射前被摧毀 一些則是在發射後並沒有命中目標 只有少數擊中了雙船 中共類似導彈的水平可見一般 美軍完全有信心攔截這些導彈 中共的052D型驅逐艦改用了英擊18反艦導彈 外形像俄羅斯的俱樂部或口徑導彈 而俄軍在烏克蘭使用了該型導彈 但美國和西方援助烏克蘭防空系統後 俄軍導彈正越來越多地被攔截 中共還模仿俄羅斯的KH-31空對地反輻射導彈 模仿開發了英擊12空射型反艦導彈 但重量約3噸主要搭在轟6轟炸機上 中共火箭軍前任司令副司令落馬 現任司令政委從其他軍種調入 據信火箭軍下級軍官也相繼遭到整肅 人心惶惶 中共火箭軍還能不能戰就變成了未知數 而且火箭軍各個導彈內基地的情報 也都已經被美軍掌握 美軍能隨時發現湖塞組織準備發射的導彈 及時於以摧毀 當中共的導彈發射型離開基地前往雨撤陣地時 就會被美軍發覺 換句話說 中共導彈沒有離開發射架前 就可能已經被美軍導彈擊中 美國陸軍已經正式裝備第二套陸機中程導彈系統 美軍的千架無人機計劃將在兩年內實現 B-21光炸機即將服役 相信美軍很快會有更多打擊工具 據信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巨拳生也失蹤 還有傳聞稱 軍隊腐敗案最初是從巨拳生開始查起 進而牽涉到火箭軍、裝備部等軍官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 掌管的北斗衛星和航天系統靈軍不會少 其中武器的質量性能等恐怕問題也不會少 美軍將會摧毀中共的雷達系統 同時也會癱瘓中共的衛星系統和航天監測系統 使中共失去情報能力、目標獲取能力 和彈道導彈的導引能力 日前美國太空軍宣布已經準備好 應對中俄的太空挑戰 至於干擾、癱瘓中共的北斗衛星 和其他間諜衛星也應該已經在計劃中 中共持續將太空發射 作為政治宣傳的一部分 但印度、日本也先後成功地把探測車送上月球 表明中共吹噓的太空科技並非這麼先進 反而是中共至今還不能有效地監測、 控制、運載火箭殘骸的落點 經常引起各國的關注 湖塞組織在紅海搗亂 中共不肯表態 也不參與各國聯軍的防禦 湖塞組織公開稱不會打擊中俄船隻 中國籍商船經過紅海時 也一反常態地故意高調兩名身份 中共和湖塞組織背後的關係大致曝光了 中共正在密切關注美軍在紅海的行動 試圖繼續繳局、觀戰 美軍在紅海出手、維持國際秩序 同時也在警示中共 令西太平洋的威懾變得更真實 中共的軍事裝備、湖塞組織難以相比 但美軍針對湖塞組織也沒有動用最先進的武器 以目前中共軍隊的狀態 恐怕還未敢嘗試與美軍一戰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 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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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